哈囉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的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擦化妝水的時候 搭配化妝棉的擦法 那其實以前我在專櫃的時候 就是也是被很多人問到說 欸化妝水在擦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化妝棉 那時候其實我都會跟他們講說 化妝棉沒有這麼重要 但是呢你用化妝棉 可以讓你的化妝水的效果可以更加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擦拭化妝水的時候 你如果搭配化妝棉 它可以有效的幫助你肌膚的拋光 還有一些快要剝弱的老廢角質 它可以把它做一個很溫和的擦拭 所以你擦久了你會發現 你的皮膚會越來越光滑 而且會越來越細緻 那首先的話你要先準備一片化妝棉 那這化妝棉的部分的話 其實挑選我覺得沒有太大重點 主要的話就是盡量可以把厚一點 因為厚一點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吸附比較多的化妝水在裡面 所以呢基本上我都會像這樣子 直接倒化妝水在我的化妝棉上 那它的量要多少呢 只要兩面都沾濕 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子的好處是你在擦拭的時候 它不會去拉扯到你的皮膚 像我就會像這樣子 小螺旋狀的方式 就擦拭 那另外的話化妝棉要怎麼拿 很多人會說 手勢是不是要無名指跟實質 還是無名指跟中指等等 其實都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你在拿的時候 中間的指甲 我是建議你不要跑出來 因為跑出來的時候 像你在擦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刮傷到你的皮膚 這樣子的話皮膚有可能會受傷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這樣子 拿著 直接這個擦拭就好了 那我擦的時候呢 我會針對T字區域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然後像小螺旋狀的方式 做轉圈擦拭 尤其是鼻翼兩側啊 容易長一些小粉色的地方 我會這樣擦 這樣子的好處是會幫助 一些快剝落的老廢角質給擦拭掉 而且你擦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皮膚的光澤度 會比較提升 而且你的皮膚的保濕跟濃淡度 我覺得有這樣子擦 絕對會有影響 而且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所以你就像我這樣子擦拭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的皮膚呢 是比較乾燥跟比較敏感的話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子簡單輕擦 輕擦就好了 你就不一定要像我這樣 小螺旋狀的方式擦 那我會建議就是各位 就是這種方式呢 你可以持續使用大概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時間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的廣摺度 跟你的毛孔的細緻度 都會有所改善 那擦完之後 你會發現中間好像有點黃黃的 那這個黃黃的呢 其實不是你沒有臉洗乾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擦拭的時候呢 老廢角質會被你的 就是這樣擦拭的方式給擦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很溫和的去角質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你每天這樣擦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你就可以不用再用去角質商品了 所以呢 這個小tips呢 這小方法就是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回去的時候你可以試試看 用化妝水搭配化妝棉擦拭 這樣子呢 可以讓你的保養效果更加分 同時呢 也可以讓你一些快要腦肺角質 快要剝落的腦肺角質 可以順利的脫落喔 那我們下次再分享 其他保養知識給大家囉 掰掰